鸡腿上的肉好嫩啊 哇 这一大口肥肉 我觉得这个汤肯定会很鲜 所以泡了一点锅吧 来了宝贝 欢迎进入休息时间 我是小太子 今天终于又能吃到我 心心念念的 咬鸡 老规矩先啃腿 鸡腿上的肉好嫩啊 你们想吃脆骨吗 不管是什么 家里上面有脆骨 都给它耗下来 我觉得这个汤肯定会很鲜 所以泡了一点锅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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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入口齐花呀 我看你很餓 我用的口感 有的口感 我用的口感 我用的口感 最后我用的口感 我用的口感 很像是很舒服 埋伴索 我用的口感 再吃一个腿 不跟自己客气了 你们喜欢吃瑶鸡还是蒸鸡 哇 这一大口肥肉 太爽了 爽到天临盖了 我总是有咬骨头的习惯 就剩下的骨头要给它咬一下 这是海带吗 鸡松肉 我一般都不会直接吃 都会把它撕碎 然后我用酱给它拌一下 好吃 一口水都没喝 感觉今天吃的好投入啊 剩下的就要到时候四个拌饭吃 再吃个玉尼球 嗯 我的妈呀就像是抹茶味的玉尼 觉得还是原味的好吃 粉色的 你们看到粉色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味道 请打在公屏上 草莓味 紫米和玉尼的碰撞 很难不碍 你们可以看出来吧 这个紫米是比较软烂的 就要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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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两天都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如果有照片的话不妨在我的评论区留下你的美食照 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到了 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收藏哦 再往再来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